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登记购买口罩以来 这样的较真在很多租名区都经常会发生 紧张的资源 迫切的需求 严格的发放流程 不容有失的防控任务 无时无刻不再考验上海每个居委干部的智慧 家住杨曲路760人的王阿姨 因为房产证在儿子身边 一时提供不了购买口罩的有效证件 考虑到王阿姨的家中已经没有剩余的口罩 为了会影响王阿姨的正常生活 居委会委任张丽 决定跟王阿姨一起去趟她家里了解情况 确认了王阿姨的情况之后 张丽回到居委会 把王阿姨预约的口罩单独送上来 这样可以让居委们少出门一次 现在是特殊时期 口罩物资比较紧缺 我们是按照政府的规定 进行口罩的预约 登记和购买 有对于一些特殊的情况 我们居委会就多跑几次路 争取把好事真的做好 非常时期的社区工作 面对的是每家每户不同的情况 不同的需求 这难免会导致一些不理解和争执 既要把防控措施落实到位 又要稳定居民的情绪 这是一对必须解开的矛盾 因为社区是上海最重要的一道防线 灯的很多 做明没人呀 我们的任务我觉得还是比较重的 元宵起越来越近 从各地返户的居民也越来越集中 在居民区 除了做好口罩的登记购买之外 对于返户居民 做好上门走访排摩的工作 也越来越繁重 而这其中 又以对没有详细信息登记的租户的走法最为困难 居委干部每天晚饭时间都要通过居民家里的灯光是否点亮来判断租户是否反护 严惩 严惩的 我回来就一直没出去 你是坐车的还是坐火车的 自己开车 自驾 一家三口 刘小姐一家三口刚从江苏老家本部 居委干部一边登记信息 一边关心地询问口罩有没有预约购买 他们说预约很麻烦 方谢一代号 先到楼下去预约 然后那个预约号码到了 我们会打电话通知你的 现在就先不要出门了 谢谢配合 谢谢 杨曲路760楼居民区 一共有四个自然小区 二千三百一十六个 而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只有七个 守住人看好门 从除夕至今 他们的工作和全是六千多个居村委一样 一刻也没有懈怠 正是因为在小区理论里有这些身影 我们才能感到安心放心 也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 我们才有了最终战胜疫情的信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